不要等到9月底 其实现在就可以开始盘整 让老百姓就有感 你现在如果开始盘整的话 未来升格为公务机关 到底实质上带给地方的好处是什么 带给地方的好处的话 未来像某某某县市的话 你就一个县市就举一个例 或举两个案例 像这样子的案例 以后升格为公务机关 界面的接轨历变太多了 而且什么 可以处理问题 可以面对问题 如果没有吃的时候 没有情味剂的时候 就是什么 大家就是皮球踢来踢去 到底是水利署 县政府荣典水利处 还是水利会 还是地方 政府或是地方机关 大家抬来抬去 这个就关于是全署的问题来讲的话 稍稍有一个问题 然后就会量成大灾 这是第一个问题的话 跟主角 跟主委的话 就是提前准备好不好 问全同意建议 提前盘整 现在就有开始在盘整 我意思就是说 主委你只要下到我们地方来 谈到水利会升格为公务机关 你们就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